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一年多以來 娛樂事業幾乎停擺 活動出名等等 一個一個取消 而最近林子博就在社交平台上 無奈分享了一件工作被取消的事 他就說 疫情時期其實大家都艱難 這個時候還有人願意搞活動 真是好難得 而找他工作更加不聲感激 而他就更加說 現在別人找他做C2的工作 自己都不敢主動收訂金 因為怕限聚令的影響 別人會虧了訂金 而一個月前 本來他就跟別人談好了 是今個星期六有一個C2的活動 但是因為主辦方換了人 所以就突然跟他說不需要他 但是林子博說 可惜的是他因為誠信 而留了檔期給這個活動 而推了另外一個工作 不過最後他也表示 說之後都會繼續不收訂金 因為仍然相信愛